谁打电话 怎么又是我姐 她一来电话就没好事 喂 姐 娜娜 我找你有点事 什么事 你现在手机上很运气 想找你借点钱 姐 你前几天就说借钱借钱的 我哪有钱啊 我真没钱 你这都到村口了 什么 到村口了 是啊 那你进来吧 进来喝口水吧 你可别抱什么希望啊 反正我没钱 挂了 就知道嘛 一打电话就没好事 反正 老婆 我刚刚听见你跟谁打电话呢 还能谁啊 我姐呗 姐啊 那你怎么跟姐说话那么不耐烦啊 不是 你说 我姐打电话就要来借钱 这次又要来借钱 你说咱家哪有那么多钱借给她 老婆 你给你姐 成小相依为命 她给你借钱不应该的吗 再说了 她肯定是遇到难处了 遇到什么难处了 你说 她前几次借的钱 哪一次还了 你再看看咱家这破房子 哪有钱借给她 再说 我们还计划着买新房子 你把钱借给她了 她拿什么还啊 傻你 我感觉 姐肯定是没有什么办法了 要不然也不会停着点 像我们借钱的 你行啊 别说了 等会儿姐来了 你得把我打掩护 就说人家没钱 听见没有 知道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 我想着 家里不是有一包 你不穿的衣服吗 等姐来了 我把它给她吧 行 给她就给她吧 但是 你不能把好的给她 把那些不穿的破烂给她 还有一点你记住了 一定要告诉她咱家没钱 行 我知道了 进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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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 我们是一个相亲的 你说咱妈这是怎么了 给我接着相亲 你这个岁数还给你接着相亲 那正好姐夫在这里 也把你爸爸关 看看对方小狗的文凭怎么样 姐夫 我今天相亲对象就是你 什么 别闹 是真的 姐夫 妈 怎么没有提前告诉我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是我不会让妈来自你不告诉你的 怎么 咱们两个人在一起不合适 我感觉我们俩在一起的话 都心姐 不会的 我姐她在天有灵的话 也会祝福我们的 再说了 你不是也一直担心给亲姨找个后妈 后妈会虐待他们两个吗 咱们两个在一起的话 亲姨也更容易接受 你看这些年 你一直尽心尽力的照顾 照顾这个家 再说了 这些年也是你一直过母校大学 这感激和感情 不能混为一盘 这完全是两码事 姐夫 你是一个有担当 有责任心的好男人 跟你在一起 有安全感 我自己的感情 我自己心里非常清楚 我对你不仅仅是感激 你现在还知道 好多事情 考虑不够成熟 这件事 她再说吧 我对你不仅仅是感激 我对你不仅仅是感激 你不仅仅是感激 你不仅仅是感激 抓住瞬间 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 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 这颗星星做你的玩具 by bwd6